你懂看 看就會幫助你 你懂心智圖 心智圖就會幫助你 我們來講一下 什麼是心智圖 其實心智圖這個東西啊 我們可以看危機百科 就照點危機百科的內容好了 心智圖就是有成腦圖 心智力圖 腦力提檔圖思維導圖 然後靈感觸發圖等等的 anyway不管是什麼內容 其實心智圖最重要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輔助你思考 跟輔助你發想的工具 所以呢 心智圖這個東西 原則上來說 如果你用在考試 你應該會有一個不錯的注意 只要你懂心智圖是什麼 你懂看 就會幫助你 你懂心智圖 心智圖就會幫助你 所以請大家 要使用心智圖的時候 原則上你可能還是要去了解一下 心智圖是什麼東西 那第二點呢 為什麼考生 要使用心智圖 來幫助他來學習這個呢 其實啊 我們要先講一下 學習行政法的難度 其實行政法難度是這樣 第一個是他抽象的學禮非常的多 這個如果讀過一輪的學生應該就會知道 那個真的是 如果你沒有在社會走動 你剛開始就是剛出來的學生 你對一些行政法上的原理原則 可能不是這麼能了解 那包含了筆電原則 筆電原則都不用講 學了這麼久 應該要知道 現在保護啊 什麼 目的所通觀念信號等等的 然後像保護規範理論 這算是什麼 特別權力關係 這算是什麼 行為行事並用計程 這算是你想什麼 完全不懂 那 但是這個學禮很多 你又偏偏你全部都要讀懂的時候 就會十分的累人 那第二個是說 你除了要讀懂這些抽象的學禮以外 你還要再從這些抽象的學禮 要去連接到實體的真點 哇 你連實體都聽不懂了 或者說我當年連實體都聽不懂 然後結果到時候還要再去連接實體的真點 這比起讀懂實體 讀懂這些抽象學禮而言啊 更麻煩 因為你還要再去了解實體真點 這些東西的實體真點 會發生在哪裡 這中間連結 是第二個困難的地方 抽象的東西很多了 抽象的東西去連結實體的東西又很困難 那在接下來是 學習的領域十分的複雜 太多太雜了 來我這樣舉例喔 像我們在講行政法原理原則啊 其實這些是跟憲法會相關對不對 那假如說我們講到行政契約 行政契約裡面 除了一些行政契約特別規範以外 其他的部分又會跟民法有相關 那假如說講到行政執行法 行政執行法又跟強制執行法裡面有交錯的部分 那行政法法呢更不用講行政法法其實跟刑法 我們採量的區別 說這個如果大家讀書應該知道 那其實他很多東西又會重疊重複 那像行政訴訟呢 行政訴訟又是跟民事訴訟法去重疊 所以啊其實行政法這個東西 裡面各種不同領域的法律 都被拿來行政法裡面考 那要學習的時候就會十分的困難 所以啊如果當你在一開始是學習行政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啊怎麼這麼多好像都不同東西 不同相關的事情 我會說其實行政法要學的領域真的是太多太雜了 所以其實學習行政法是一個 如果沒有一些基礎東西的話 一開始就學行政法可能會有一點點的累人 因為他很多東西都會跟去跟其他的法律接近 其實他蠻新的行政法這個東西 蠻新的對比起其他民法刑法來說啦 這樣子 好 那 如果用心智圖來學習的話 可以想像一件事情齁 第一個是簡版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份書裡面有分簡版跟想版 在簡版裡面我們可以去宏觀整個心智圖的架構 那在這個整個心智圖去連結狀況 你就會知道說你會從很高度的角度去看到說 這整個行政法到底在幹什麼 原理原則在哪裡 實體內容在哪裡 哪個部分是執行程序 哪個部分是說送程序 哪個部分是又另外拉出來的一個 就是法規內容 所以呢其實如果你是用簡版的方式 簡版可以帶給大家能夠整體的去了解 這整個行政法的架構到底在哪裡 那想版的話 就是可以從簡版的內容去詳加解 了解每一個內容裡面所衍生出來的各種爭議 跟各種要件 或者各種需要備送的程序 而且第二個是在想版的內容來說 除了它是有邏輯 有心智圖去發強的內容以外 想版內容它其實比起一般教科書裡面 還是相對的文字精簡 在這個文字精簡裡面可以做兩件事嘛 第一個事情就是你可以去了解這個精簡內容 實際上背後想要代表是什麼 當你能夠研究它背後代表什麼 你就會了解說 這個實際上是什麼東西了 所以啊其實這一份新制圖 可以去協助大家對整體整個法律 整個行政法脈絡的研習 那甚至也可以減少大家 用減少大家去閱讀的時間這樣子 比起一般的行政法書籍來說 當然減少閱讀的時間這個前提啊 是要你能夠有讀過一輪 或者是你其實已經對這個東西相對熟忍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如何去使用這個心智圖 去幫助大家學習